我宣布 天天藏宿两家 更赤联姻 我不同意 这门婚事 龙皇 龙皇 外子龙皇子又歪了 来人了 我的嘴 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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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件爽文咯 写的真是有个傻子 这笔啊 狗写的笔是傻子 挑战任务开启 再狗都能写在小说里狗住 活到大结局 祝你好运 什么玩意 我 我手机 我 我头盔呢 唐少 您的酒 恭喜订婚 唐少 唐瑜 我穿越到书里了 不对 我怎么是个反派啊 请宿主注意 现在是龙王战神戏花都 第32章 你的任务 活过这一章 成功的话将得到系统神秘角力 如果失败 则会被永久抹杀 杀个啥啊 龙王战神戏花都 还都是 人生的 传说中的天面主角 龙王夜尘 如果按照原剧情的话 他马上就让我去 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不不 不行 我得活着呀 对 我得退婚 女主呢 女主呢 你也来着 这边我真好 你好 唐瑜 哎哎哎 冲动是魔鬼 你先把刀放下 莫非我怕好好说 唐瑜三年 我都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不可能嫁给你这种人 今天你说还是执意要娶我的 你得到 将会是一只命运的尸体 哎 吓我一跳 你是想退婚是不是 想退婚你说嘛 不就是解除婚约吗 没事 我同意了 没事 我同意了 我感谢你祖宗十八代呀 赶紧跟你的龙王夜尘私奔去 笑死我 她的后宫需要你 你说什么 啊 我说那啥 不是解除婚约吗 走啊 我明明听到刚刚有人说什么夜尘 后宫之类的 声音跟桃鱼一模一样 难道是我幻听了 好 我答应你 唐叔叔正在和家父讨论订婚的事情 我们这就过去 啊 啊 完美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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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女儿 面对这种蠢女 就要当机立断 立刻整办关系 我看叶晨 还怎么起 巧妍我 可是要搞得最好 唐晨 真可惜了苏家 堂堂苏承第一位 竟然沦为后宫 而叶晨 却搞得人家 家破人亡 唐晨 唐 唐 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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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怎么 我踩空罢了 走你的 没错 这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 也只能是他说话了 这也太荒荡了 难道 你听到他的心声 嘀咕什么呢 不是退婚吗 走啊 你就放心吧 爸 爷爷 宋叔叔好 小鱼啊 你们回来得正好 我和你爸爸 还有老爷子 正在研究 你和月月的婚事 你们觉得 一定比较好呢 宋叔叔 各位小鱼 是这样的 我认为呢 强扭的瓜 它本来就不可能甜 我最近呢 也是次来小区的 好好地反思了一下我自己 我认为我和木月的性格 是实在不太合适 所以呢 这番婚事 就换了吧 怎么了 小鱼啊 是不是木月 你这么说的 木月 到底怎么回事 只不过 可惜了苏子 堂堂苏成第一美女 做人后宫 还因为夜城 家破人亡 爸 还是我来说吧 其实 我想说的 你 愿意嫁给唐鱼 你看我就说不合适 那不合适就 说什么 我说 我要嫁给你 我要嫁给你 你刚才不记得这么说的 爸 其实这三年来呢 唐鱼他对我真的非常好 我早就被他的真真实意 所打动了 我之所以跟唐少说 我不愿意嫁 那是因为 我想要跟他谈一场 真真切切的恋爱 一切都慢慢来 好 好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番啊 要一口一口地吃 这感情嘛 也要一步一步培养 对对对 初小子 过来 我 听见 告诉他 这可是苏城第一门 嫌疑你 啊 要好好珍惜 不是吧 吴岳的性子 确实有些冷淡 但是你可不要怀疑 吴岳不喜欢你啊 这女孩子嘛 脸皮都薄 苏叔叔 我跟你 别解释 你要是敢做出对不起他的事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兄弟们 苏叔叔 我懂了 奶奶个腿呢 这臭娘们是催心 让我撬辫子 唐少 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 你 你 时间退婚时 你现在烦魂六十年 你到底要怎么样 那人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嘛 再说 我不是也被你的实力 算了都没 这么多点 我苏家会被那什么夜城搞破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顽固大事 是怎么变成反显浮世 我告诉你 哥现在不厌 小牛的光 他不甜 没事 解渴就行 各位 我宣布 唐家与苏家 正式决定联姻 同情往后 苏沐月 就是我唐家的 孙子媳妇了 好 好 好 我就说嘛 唐家可是四大家族之首 苏家怎么可能不嫁着 现在小年轻玩的可真花呀 刚才还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现在还不用好的面里调油呢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怎么回事啊 他来了 他果然来了 怎么没修意啊 我看来 我确实能听到唐雨昕你在笑什么 而其夜沉将军也真如他所言 莫非这家伙有预知能力 夜沉 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苏渣的事 把龙子你来插嘴 堂堂苏家 迎门望着 为了家族繁荣 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女 没有一点羞耻心 你 这小小的保镖 竟敢在这里如此造次 来人哪 把他给我赶出去 哪来的闹事呢 赶快我们哨一道 请不请我把你一头拧断 拧下来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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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大哥 今天是我爷爷的生日 给个面子 一喝为贵 一喝为贵 可是他都退下 我告诉你 就他 你们几个绑起来都挡不过他 看你照原剧起 你死了之后 他就要找我麻烦 你知不知道啊 啊什么 听我 听大哥 带着 看见没 还是我们唐大少有素质 不跟你这种野蛮人计较 这货居然想跟唐大少爷抢女人 就这穷酸样他也配 要换作我 早让人把他拉出去 打死喂狗了 唐沙 快出对 碎死他 你能几个碎嘴吗 一会儿进火葬场的是小用的吗 受连毒 吴越 这里没有人可以牺牲你自己 快去利益 有我在 你想去哪里 就算耶稣 他也拦不住 对 一个平衣架 一个大招 你们难免牵手之后 就赶紧滚蛋 离开这里吧 我送你们离开 千里之后 让小用就可以享受 九尺受灵的 虚待的日子了 狼狼的东西 赶着我的地方杀眼 对 不开眼的 鬼东西 应该在烟灰上发颠 那我唐家和苏家 不存在呢 唐苏两家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一群蝼蚁 吴越 不走 可谁敢 神经病吧 谁为吸收自由 吴越 我知道你在旁 有我在 唐家不敢拿你 若是有人敢走 我让他全家 一阴命 你脑袋进水了吧 我都按住保镖了 你还不动手 还搁着配合 宋某月延我 我给你俩点钱 求你二位 别也扛着高天还好吧 你想多了 叶辰 你只不过是我们苏家 一个保镖而已 从现在开始 你被辞退了 请你立刻马上 离开这里 死大 天你个大拖鬼啊 我快要烦死 这个叶辰了好不好 我又怎么了 沐月 我知道 你赶我走 是在保护我 但你放心 我是不会走的 有我在 天王老子也动不了你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 到底走不走 你不走我也不会走的 你相信我 我要用我的一生 去守护你 好 这是你说的 我 听上了你看 怎么样 后悔了吧 还不快滚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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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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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啊 我们家势力庞大 看来他们是抓住了苏家的什么把柄 才让沐月 就让你自己走 沐月 我知道你有苦衷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 我可以走 但请你记住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 至于你 等会 你刚才自己也看到了 不是我主动的 是这娘们自己上去 我不是故义 藏于是吗 记住这个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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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忍不住了 要不 最毒不忍心 我真要买屠子了 你怎么了 少爷 少爷 少爷你走了 生命体征正常 确认宿主仍然存活 现在发放上一章节通关奖励 七星级酒店紫金云屯的所有权 以及一位神秘人物的无条件服从 哼 苏木月玩我是吧 你够戏图也耍我 别到时候给小爷分个什么洗厕所的大妈 不行 快 奖励已经发放到位 无法接待 你个破戏图 你骂谁呢 你这孩子 医生都说了你没事 还在这儿跟我装病 真是不像话 穆月他们都要走了 赶紧去送一下 走走走 赶紧走 你还真生苏家的气呢 不过今天啊 他们确实有些过分 竟然让一个小保镖出来闹事 对呀 其实是失礼 而且 妈我跟你说 这门分室一定要去上 我要让苏家知道 唐家不能这么听 瞎说什么呢 这穆月可是个好孩子 以后呀 肯定是你的邪内助 只要你幸福呀 我们唐家受点委屈没什么 行了 你追了人家这么多年 在别人面前装也就算了 还在我这儿装 只要你们小两口 好好的就行了 对了 后天呢 是穆月的生日 你可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 别给咱们家丢人了 妈 妈 妈 苏月你这个死女人 有完没完 妈 妈 妈 叶俊 谁走 穆月 我有话跟你说 叶俊 你怎么还有脸面出现在这里 非要我报警是吗 穆月 在这儿就不要跟我说 我知道 你是怕唐家伤害我 但是唐家在我看来 残侄可怖 好小子 你刚才在里面 差点让我胡家丢脸 现在还在这里调戏我女儿 来人 把这个混蛋钩打出去 把这个混蛋钩打出去 把死无论 有眼不住 要不是怕你们有压力 我又何苦当作普通人的东西 唐家 在我眼里 只是一群流血 你啥 你少在这里给我放屁 你敢诋毁苏城第一世家唐家 苏城第一家族 可笑 你们苏家拍了唐家这么多年的马片 连自己的女儿都卖过 那我问你 唐家可曾把你最喜欢的那块地 送给你了 谁 告诉我 这块地已经被镇江龙拿下来 就算给唐家两个胆子 他们都不敢做 但是呢 我可以 我不仅要把这块地 送给你们苏家作为聘人 还要包下紫棘云品 在顶子 为沐月举办一个完美的生日宴 脑子是不是有屎啊 镇江龙周夜可是整个南京的地下之主 你一个无名假 你敢拔他老人家的虎须啊 你知道紫棋云情是什么地方吗 就你还想包下整个丁层 面配 你个垃圾 碰此也长点眼睛 敢碰镇江龙 现在几活太长了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是城西地块开发的红桐机密资料 的确是在周园手上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些小事还不需要我亲自 你们有了我这个成龙快事 苏家想要取代唐本 成为苏城第一家族 开空投支票谁不会 你先把整个紫棋云情顶层包下来再说 放心 后天我一定让你成为苏城最要颖 月儿 你相信这家伙说的吗 给他一次机会又如何 我就不信了 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还会有脸面出现在我面前 参见龙王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把紫棋云云情顶层给我包下来 我要给我的女人过生日宴 第二件事情 把成心那块地务必给我拿下来 我要让苏家知道 我身正实力 但有妨碍龙王者 我必抓住 你可算是来了 快进去看看吧 陈大厦唯一家七星期酒店 从今天起就上台了 这地方可是个聚宝 我记得两年前 我想拿两亿包下来个顶层 却有价无事 他们老板 怎么突然舍得卖了 说来也稀奇 昨天晚上 自急云亭的人 突然给咱们公司打了电话 说他们老板有意变现 可是担心 几十年的心血 被爆发户给毁了 自来小区 就咱们唐氏集团最合适 两家一拍板 今天早上 就把合同给结了 说来也真神奇 你最近是不是惨狗屎了 小医 瞧您说的 还不是唐氏红福七千吗 现在发放上一章节 通关奖励 七星期酒店 紫急云亭的何有权 是啊 这夫妻 有够有权 龙总 龙城集团的负责人 来我们酒店 说是要承包酒店顶层 举办生日宴 龙城集团 是啊少爷 突然出现在 苏城地界上的 但似乎底子很厚 绰爽和口气一样的 什么狗屁 龙城集 不就是叶子 跟那个扑该子 为了泡牛 弄出来的白手套 生存任务再次开启 请活过苏不月的 生日宴章节 成功将获得 神秘奖励一份 若是失败 直接抹杀 我 我 你了 怎么了少爷 他们得罪过你 那少爷您发话 我现在就去带人 养了他们 别慌了 老王这样 你先就跟这个 投资人碰一碰 无论他开出什么条件 一律去取 不 全部答应 这位先生怎么抽货 我请这里的负责人 王德发 我叫龙牙 我们老板呢 想为他的女人苏穆月 苏小姐 就在生日宴会 你们这顶层报厂多少钱 开个价吧 苏穆月 没错 就是苏家大小姐 苏穆月 什么脚 这货居然是跟少爷 抢年来的 那少爷怎么说 老王这样 你先去跟这个 投资人碰一碰 无论他开出什么条件 一律去 不 全部答应 不是 行了去吧 干得漂亮点 我明白了 少爷的意思 肯定是先答应下来 这个玩意 然后再搅黄 他们的盘算 这么点小事 哪不得手当擒来 敢紧的呀 我这还有事要忙呢 多少钱说过去 哎呀 龙总是吧 贵集团可是咱们 苏承有名的后起之秀 这样 我做主了 酒店顶层 获利开放给你们使用一天 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只听说 你们这顶层啊 从来不对外出租的 本来以为我要费一番口舌 没想到 黄总是吧 当是挺实实物的嘛 我们紫急云亭 想和贵集团结好 这点啊 小意思 好 我们龙城集团 接受你们的友谊 稍后 我把生日宴会方案发给你 到时候 务必要给我安排到位呀 好说 好说 喂 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放心吧 少爷 一切尽在掌握 好 你要是真种患者 没头我给你生死加心 多谢少爷 四目涌 这回 我看你跟你的歪嘴龙亡 这要怎么死呢 秦少 这龙城集团什么来的 居然能包下紫急云亭的顶层 这包下紫急云亭倒是其次 你看这生日请帖上写的什么 为苏木月小姐庆生 这简直就是贴脸挑衅堂家 连四大家族之首的唐家 都不放在眼里 我越来越想知道 这集团背后的大佬呢 那是相当忍不齐的大佬 他传说中 财通三家 富有四海 兄弟 怎么飘火 我怎么看你挺眼熟的 秦家大少 恐怕是认错人了 那 那不就是农村集团的幕后大佬吗 这什么蛋呢 那不是前天我唐姐的订婚宴上 被赶走到那个保镖吗 还准车装不走 原来是那个得了施清风的熊 还小老托 那个托人呢 别管了 来来来 咱们去踩一踩那个病人 啊 富有伯呢 这地方也是你能进的吗 给我赶紧滚出去 上次在唐家 让我大哥唐一下不来谈 这次又在这里 骚扰苏家大佬 你找死什么 没想到这俩货 也去参加这会议 本来还说小爷亲自下场 给龙王做一杯 来 我就成功了 谁家的狗没拴练 我这里乱业 哈哈哈哈 你一个小小的保镖 口气还挺大 你嫂子上是用大份刷的 苏城的地面是 敢跟我们情俗两家叫嚣的 你还真是勇气可嘉呀 原来是秦家和苏家 好厉害 怎么了 知道怕了 一群龙蚁 找死 保安 给我把这个篮赶出去 那叫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处置 这个人之前不是扰了唐素两家的订婚案吗 难不成苏家小姐要保他 谁知道 大家族的事一江乱大 更何况男女感情 我看呢 九成九是因为 因恨深爱 他跟这个人 绝对有奸情 苏末月这娘们儿挺上道 宴会还没开始呢 就跟龙王一家妻 倒是舍了哥的操作 唐姐 这是干什么 这种垃圾有必要维护吗 苏月 这种小事 我之所以说不让他处置你 是因为我想看看 像你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 还敢有什么脸 你出现在这 宴月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 这整个紫棋云田的底子 都是你包咱了 给我过生日用 除了我 还会有别人吗 还真是恬不知实啊 我告诉你吧 承包这里的 是龙城集团的总负责人 名字叫做龙牙 别说我见过 就是在网上查他的信息 你是居住的老而已 你这小小的保镖 竟敢在这里冒名挺气 咋的 你最好去问问 如果没有 会不会 这让你装的 你以为你名字里 和龙城集团都带了臣子 就能胡两番亲戚 搞笑 那我苏春高跟郑家龙周也 岂不是卓卓的本家 鱼不可及 在你们看来 无比神秘的道理 只是我的座下英雄 红月 你不知强王冠 待会儿 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事 你还真是个 装模作样的小丑 来人 把这个冒牌货 给我打出去 苏家主啊 如果你想留条活路 我劝你最好 分思而后行 你是什么人 这人就是那保镖的托 一唱一歌 空口大话 你吓我谁啊你 虎没虎人 马上就知道 门口那位 气宇非凡 威风凛然的 不就正是 龙城集团的总裁 龙牙贤 龙牙贤 苏家主 我劝你 还是何其生财的好 龙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叶先生呢 是我们龙城集团的股东 今日的宴会 也是他 你偷我 租下这紫棋云亭来举办 这龙牙 你是不是笑 没吃饭 我都好心帮你垫肠了 你怎么还在那粘机似的 如此一来 怎么震慑我等肖小 这 龙总是吧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是不是就等着我们 对叶先生发难 然后你就可以刚好出息 来威胁我们这群 不长眼的肖小啊 还真是唱了一首 好双簧啊你 陆岳 你不误会了 龙总是有要事产生 没有时间和我一起来 再说这种事情 也只是巧合而已 知道你喜欢吃甜品 我请了世界第一天 你打赏 这意味你打造 叶城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 还是跟你说清楚的就好 这烟花好漂亮啊 那出去看吧 好漂亮啊 走走我们也知道 哇 这么大 哇真是大手笔 这烟花就每个生意拿不下来吧 老人小浪漫就得花大钱啊 你不知道哪一家少爷这么扯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叶城啊 要不是他 你把这桌子都吃了 还有节目啊 哎呦 这整的花的 还排成字了 这写的啥 爱你的 呃 亲爱的 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 鱼 不会是我大哥唐鱼吧 鱼 这 这是唐家大少吧 天呐 唐少爷太浪漫了嘛 喂 Fraise少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我这无人鸡和烟花 梦子怎么样啊 我就是你哪有那个腿啊 唐鱼 谢谢你啊 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我很喜欢 嗯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嗯 胡子 唐鱼 原来你之所以一直不出现 就是为了给我准备这个礼物啊 真是谢谢你 我今天很开心 怎么办怎么办 小爷我怕是要死的 偷偷的了 心疼的 是不是你看 嗯 一辰 你松开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们少爷 为苏小姐准备的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们少爷 为苏小姐准备的 你有一间 有也没事 憋着 少爷 生意安排的 你可还满意 这些都是你安排的 哎 我怎么能一个人抢功呢 还有何进的 何进的小爷 从里面 听说了 该怎么 你就是少爷交代的 我这本身碎 要安排到位 这两个儿子 你只是替少爷做事吗 你这分明是 让少爷交代后事的 明白 小姐的那傻子是吧 少爷放心 一分钱的机会 他都没有 就你这种货子 尖嘴猴腮 突如意 张同手末地包天 剑手欠 人剑狗弦 把欠揍贴在脑门上 把作死挤在牙缝 对我们少爷瞧你 你也呸 呸 我 封开 这里都是苏小姐的领流 现在动手 对我们以后的计划 我们还要无益力了 你们紫禁云庭 就是这样做生意的是吧 我们夜少 辛辛苦苦 为苏小姐准备的生日宴会 你们是这样结果 看你们走店 是不想开了吧 生日宴 难道不是我们少爷 为苏小姐准备的吗 你所谓的夜少 我免费帮你回忆 我们紫禁云庭收过你一分钱 说你签过半张合同吗 酒店顶层破例开放 给你们手艺钱 业钱收起任何费用 我说到是怎么不要钱呢 原来挖坑在这等着我呢是吧 真是够卑鄙啊 我卑鄙 我们少爷早就是苏小姐婚约 你夜少红然挖墙走 追求一个婚约在身的你 到底是谁威力啊 什么鸟人 一分钱不出还想装货了 真是不要脸 区区报发货 还想攀赴世家大资的白天鹅 真是情理没 牛马出身的玩意儿 还装人将鲁马贵子 可惜 我说龙总啊 我看您 还是带着这位夜少爷 赶紧走吧 小女已经订婚 修复了二位 不忘年了 行 苏家主 那夜少 为苏小爷准备的礼物 可帮着这些 别忘了 我叫成熙的那块地 成熙的地 哎呦 这牛皮吃得越来越厉害 听到成熙的地 是 镇江龙周爷 你拿你的脑袋去换地呢 这又要碰周爷的词 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是 江 在我面前 是 是龙爷的盘者 五分钟 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是 是 是 不用了 你 不用了 老夫已经到了 你来得正好 现在就把成熙的地 送给苏子 明有之意 老夫今日前来 正为苏小 不不不 周爷您客气了 五四某 怎么敢要您的宝地呀 无妨 拣植你生成 原来也应该尽一份心意 更何况 这是贵人的要求 我 你敢拒绝呢 不会吧 这夜晨 真请动周爷 我靠 这下惨了 咱俩刚才把他得罪的那么狠 记住就完了 少爷 看来 相见的这小子 确实有些能量 一会儿 要是发生变故 你先撤 我 就是帮他们动手的 你话 太密了 赞坦少说一句 我都能多活一活 苏家 让你收着 你就收着 我已经说过 这块 是送给苏月 这 主爷 叶先生 小女师在福报 岂能销售如此之重力啊 不好意思 这块地 不能 周爷 您是德高望重的钱 如今想用一块地 就逼我来毁昏 那我宁愿去死 我什么时候让你毁昏了 正是唐少要求 我才会将这块地 苏 苏使 如何他二人 百年好和 老头子在乎 也不会不认识自己主子是谁吧 主子 我 开玩笑的吧 刚才是书苍族 没有第一时间向主上问安 还望苍少人说老夫之罪 你知道不是印了叶先生都要说下来的吗 老夫虽然年迈 但认主的眼力还是有 我向某些人 一上 只路为马 妄图和他人之功为奇 本来还以为是隐藏的缝毫大 没想到 是光着屁股拉木转着圈丢人 这剧情要编个小品 放春兰 绝对收拾率爆衡啊 这老图拉充分的本事比王德发还大 就是主人了 难道是 七星旗酒店紫禁云亭的所有权 以及一位神秘人物的无条件服从 我 这个狗气筒 你 给我讲个催命鬼啊 你可如此正如老虎 正如叶先生 我的话中可有半只虚言 这次收拾叶 竟不是由你们主办 也未曾邀请你们 你八人就是不受欢迎的宾客 现在滚出去 叶先生 你之前答应过我 做紫级云亭 和拿成熙地块的事情 如果办不成就永远从我面前消失 希望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 好 沐云 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你最正确的想法 心疼的 今日之如 与任何精神才备成 老哥 我啥也没干啊 好了各位 老鼠屎已经滚蛋了 让我们继续为苏小姐庆祝生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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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鱼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生日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呢 你开心就好 喂 今天可是我生日 就算不开心 好大也得装一下吧 开心 四十年过生日 我怎么敢不开心呢 那你就不好奇 我刚才许了什么愿吗 什么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不是 你说啥 好啊 不是 所以你刚才到底许了什么愿 我刚才就许愿说 希望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可以有 一二一年 哈哈 好好好 少爷 今天这事 你可还满意 满意 我真是太 满意了 恭喜宿主 成功度过苏木月生日宴情节 获得清囊书一部 大可 大姐 你少了我行吗 开启一件学习模式 什么 你要对我做了什么 少爷您这是 哦 把这开到医院去 少爷因为兴奋过度犯病了 我病 你老了我病 这狗系统良心发现了 居然还讲超能力 老王 我问你啊 你这肩膀跟腰 平时是不是不太好啊 少爷明察 这你都看得出来 老毛病了 这个儿子 一努力 就把龙王后宫努力到 要给老子生娃 这要放在身边 绝对架死我小命王完 得找个借口 把他弄走 对啊 你这就是受寒太多的 我呢 刚好在吃到 几内亚那边有个项目 那边热 跟蒸桑拿一样 你去那边当项目经理 我工资给你万三倍 少爷 我就是做了一点点细微的工作 哪受得了您这么抬举我呀 本少向来赏罚分明 对待生意 就像对待感情仪 一定有认知 可以了 这样吧 你搭我的私人飞机 今晚连夜 立刻划上 就过去 这么快吗 可是有些工作 我还没交接呢 你能有什么破事 说给我听听 最要紧的就是 寄老家主去看望王家老爷子 这叫什么破事 你这天是不是有毛病 是不是有毛病啊 生存任务再次启发 请胡过王家探病章节 成功将获得神秘奖义一份 若是失败或者不接受任务 直接抹杀 不要再搞征服了呀 少爷 下辈子我还算你的牛马 兄弟们 钢堂哨泡妞可太有用了 一条钢 把它完成苏小姐这一代 心水马上翻了 翻翻 钢堂哨泡妞 切记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尤其是那个叫夜晨的小子 要往死里踩 老王 666 夜晨 你什么懂了 感谢王总提点 我误了 嗯 哈哈哈哈 我是劳碌命啊 你一会儿跟龙我 一会儿又要去你家 什么时候 我才能过上这 普世无华的富二代生活 哎 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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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嗯 老师 还没说 你没事吧 小姐呢 没 我没事 你 你来干什么 看我老爷子呢 哦 那我先代替爷爷谢谢你了 不过爷爷现在正在午睡 一会儿等神医来了再给爷爷治病 我先带你去房间里喝口茶吧 等爸爸跟龙龙来了 我们该一起去探望他 王龙龙眼 是啊 怎么了 我 我现在没洗脸吗 嗯 有点什么 没有 我 恭喜你 终于如愿以偿了 嘿 别提了 结婚 啊 怎么你们两个 你管什么东西 哈哈 哈哈哈 我知道 我 我就是人家弄了手干嘛 这让我们已经分手了 是我的前男女 关心关心您 怎么了 别跟你说 我们一起去分手 稍后来这套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松某月 我根本不会吃你这个灰兔草 真的吗 啊 是吗 可是 嗯 我听见你心里 可不是这么想的 嗯 我怎么想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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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了 我爸的如龙已经到了 咱们上去吧 怎么还想继续啊 嗯 爸我们来了 没事 遇到一个爱 没成想见有几个人 不过没有关系 早晚 生死 嗯 以后的情况怎么了 还请王小姐 少安勿躁 来老头子打败你了 叶熊一个的病你可有把握 不成 有点低了吧 我的意思是 近在掌控时 你不愧是叶熊 有你在喝醋大事不成啊 我 我 快了 我怎样把握 神医到底怎么样 中方导致的经脉不死 再加上一些其他病例 导致的天才 不过也没有太大的原因 我用鬼门十三针出同期吗 江神医起来 如果你打算用鬼门十三针医治 恐怕王老 是百分之两百分之一 哪来的酷仔子 竟敢在这里诅咒家主 真是笑 居然法医江神医的医术 这家伙谁哪来的 把他给我赶出去 各位小妹医生说起 太清楚医术 要不然就给他医术 好 你也得身体健康 喜能而起 随便找个外人就让他来试 连胡子没长期的矛头小子 还有什么用 比胡子什么 我倒是觉得山羊 比这位江神医的 不如我们牵一只山羊 来给王老爷的支鞭 不知小孩 你懂什么医术 鼎鼎大名的江神 难道怕我疲惑 对 你只是徒有其佩 放死 对 放死 老兄者 江神医不敢 或不是你知道自己 名不符符 不算什么 好 龙头 你 这事不太酷 这事不说 王家庭里面下了 不说你不必难事 心理心理愿身 不 今天就比你这个狂妄小子 是我都要 去老爷子 很 关键在于治疗后 你 鱼子在这里排不出来 有可能在逃 有可能在逃 有可能在逃避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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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神医想如果治不好的话 我需要你们群家 江神医治好了 叶淳我跪着走你跑 老然不会是江神医啊 这医术也太高明了 太好老爷子 总算醒过来了 姓叶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是江神医厉害 某些人牛皮倒是吹得下 简直一笑大方 老爷子 感觉如何呀 说不多了 这医术是你 天爷的 还要讲辩吗 让你爬出去 不用送我王家的风度 不过 还得给江神医县 人外人千万一千 只要照着学了良寿衣物 就到处招摇奉献 今天的事 给你点教父 够了 大人主持 千万不要如此畅谱 没我的教育 你还真有教育 三分钟好 王老 我 一 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随意 真是不净乱下午老了 除言不许的 找死 王叔龙 这就是你找来的神医 师妹 只会在这放口屁 真是不知好歹的蠢物 各位长辈 叶兄他不是这个意思 叶兄 要不然我也保不了你了 还有灵 二 大方天色打死 给我打出去 住者 这个叶先生并非为严损 将神医的诊治 确有差了 这一切 他就说 这个人 是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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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挺有意思的 不过 故事的插樓 是啊丫頭 專業的事情就轉給專業的去做 都是你常說的嗎 你別給解決一天 雙神醫 爺爺的病已三月有瘀 期間臥床不動 積極逆流於上體 這期間堆積的瘀血也有多死 你說已然好 多提醒是讓他醒 那後遺症趴去仍然覺得 嗯 多虧王小姐提醒 解消不了大事 王小姐真是天宗奇才啊 不僅在經商上萬中無依 沒想到對醫術也是如此精通啊 神醫過獎了 若不是有大神提點 我豈會知道爺爺的問題就在手上 不知那位大神現在何處啊 大家不是都見過了嗎 難道大小姐說的是內貨 不是吧 得罪真值了 剛才確實也說了 沒想到他還真有點悶 王小姐過獎了 我只 就是跟我一起來的堂上 堂贏 王小姐過獎 就是跟我一起來的堂上 堂贏 原來是堂大小爺 不愧是耶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啊 我真是羡慕老堂啊 不過你跟耶學 老夫學以五十嘴 還不如堂少一位年輕厚盡的眼光銳利 實在是慚愧 我就知道大小姐說的是堂上 也只有咱們宿舍的第一大公子 才有這樣的才華 就是啊 哪像那些自吹自擂 廢物 看著這招人 也沒什麼 你們說我還真想起來了 爹先生是吧 既然剛才已經打了鼓 那現在是不是該履行補約了呀 我錯咱們能動一道 還有什麼話 我錯 江神怡明明是在王小姐的提醒下 我才二次是真救了 怎麼能算我說呢 無論是不是二次是真 就是江神怡救了老爺子 人已經生效 你還在整備什麼呀 對 趕緊跪著爬出去 快滾 廢物 趕快滾 趕快滾 快順 各位各位 爹先生絕對不是什麼招搖撞騙之輩 而是有這麼一種誕生的才俊 我就想把他引進去大器 想讓他成為咱們王室的一大助力啊 助理 當然 爹兄文武雙全 哪怕藝術上去於姓林前輩 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王小姐 有我的福 必將讓你們和王子 成為世界第一起 有沒有人告訴過你一件事 閒耳公天 你笑起來的樣子 很武器 你笑什麼 沒什麼 我只是突然想起來一點高興的事 嚇老母豬 嚇我嚇嘆 你聽到我 死明 你自己現在沒說嗎 啊 你可惡啊 你 王如龍 你下次再把這種不三不四的人帶到家裡 小心我把你的瘋狂停掉 你別啊姐 還不帶著你的狐朋狗友趕緊走 我相信 我們肯定是有事不誤 日後我們找機會再去 你不要往心裡去啊 今天天天的事情以後不要說 你怎麼都不知道這個 沒有吧 他見到沒見過你 旁邊那個姓房的小孩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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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面有家的事情 前男友啊 前男友啊 我 又是這個 我 又是這個 生生生生生生你 那麼 從生作呀 認識對賣相 幫我查清楚 房間所有人 三個月內 博士在 都應付 那 王老爺子也沒事了 我呢 遷著了 我想着你聊聊也不行 你这么讨厌我这个签名 你这属于是明知故问 咱俩不肯 我知道 你这居然套路 谁套路你了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行什么让你占神医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要点脸好不好 把照片给我删了 多少钱 收个数 钱啊 这种东西我家里多的是 给我删了 你别逼我翻脸啊 那你翻啊 翻了 就翻朋友圈 你要是敢翻 我就让你见点砂锅一样大的 拳头打在你这么可爱的脸上 会疼很久的 哎呦 那你打 看你往哪儿了 那你打 我看你往哪儿打 那这样 好说好商量 你给个痛快话 怎么样你猜着 把那破照片给删了 那我想理也可以 可是我也得问你几个问题 回答的好吗 我突然就变杀了 赶紧问 你别快报 我们孙小的这些年 你除了去给苏木月 当甜果之外 还有没有喝大别的奶 什么话呀 我才没有给苏木月 当什么甜果 我那叫演戏 为了跟其他的妹妹 一起玩 交流 沟通 别人不胆 现在认识 哎呦 你觉得是什么可爱 我还可以保险 不容 哎 确实是个死 是不是死抓难 对吧 你说的太对了 我都这么认为 当时连追 也是 有吗 为什么你居然这么好拼 跟二傻子似的 啊 靠样子 很可恶 各种一个天真正的汉子 怎么能不能 把你给你的美国的脸蛋 怎么能提醒我 我这个身材给你 不妨礼 笑话 我在骂你 被骂很可乐吗 我喜欢笑 你管得着吗 哎呦 真是王母娘娘来医妈 怕什么神经 行 我听你原谅 哎呀 你怎么摔啊 姐姐 你从哪个漫画里 出来的女爪这是 是人家摔倒了 你也不过来扶我 这个呢 叫手自己爬起来 中学嘛学柔道 大学嘛学搏击 天天在家健身 弄得跟金刚芭比似的 你装什么灵待遇 我真是可怜 被无良大少强问了不说 上去理论还被退倒了 我扭伤了脚 我得发个朋友圈里问一下 哎哎哎哎哎 好了小姐 你没事吧 哎哎哎哎 唐少 我扭伤了脚 你帮我揉一揉好不好 走吗 曹少 你也不想因为照片的事啊 让你的家族身败名裂吧 不行 不要再这么纵容你下去 你那不叫灯鼻子 你那叫灯鼻子上天 我绝对不会怪你这种臭 这样吧 你问我揉揉 我发誓一定傻 没骗我 我汪一雪 掌舵藤王集团五年 下来沿处必行 一诺千金 整个苏城谁也不知道 嗯 行 也没定 批我 哎呀 挺不错 继续保持 继续保持 开心一点 对 对 往下 啊 嗯 好 哎 飞着 飞着 变态谢文王大小姐玉卒 唐少的罪证又多加了一条 哎 人家只是小小的逗你一下 谁让你刚才对人家那么凶 我才对你小失成前 嗯 赶紧把照片给我删了 别那么凶 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把照片删了 还来 人家这次是正经问题 我呢 最近想打算投资这个新能源 你觉得怎么样 就回归剧情了 我记得这个王家 就是在新能源事件上 被变成的同口王如龙 龙女三阳 坑的是倾家倒产 等 也是臭人不争气 让我送你 当年月老 你可没心 那个新能源 好事 未来十年发展领域的王者 你要是投资这个 你赚 是吗 你咱俩这么说了 那我就得投了 只不 我们合作的这个人 他是个外企 叫做法尔斯集团 我觉得他们这个财务报表很有问题 你觉得呢 讲多了 我呢 多多少少跟他之前也有点惊 人家属于是在这个 新能源领域的 这个头头 啊 跟他们走 你就相当于 在未来的几年内 等着输钱咯 这几问题 这八死就是夜市人的高度国 脖子皮包公司 这没有平平 王爷 这凶大无脑傻牛 你竟然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决定这次 要找王如龙负责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孔熟龙 他简直就是 人中人 人上人 人心这个 会认识英雄 终于和他正对上去了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我得马上让他走马上认 既然了得这么愉快 对不对 马上又要这么做钱要挣了 照片过山了 照片早删了 那种照片不删 留着造黄阳啊 漂亮 不能因为我这种渣男 影响您这种大美女 大妻家的这个名声 那个 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您老先忙 叶晨 黄如龙 你飞了 你看老娘怎么刨斥你 与国祖国王家的叶晨间 处处获得最为宁漫的 而无论于考验一切 可愿意 也要所有的老家 居然是成功 有病毒吗 看车呢 大哥你吃虾了呀 对你忠心耿耿的小弟 就这么不礼貌吗 我对你一个死傻男 没有什么有好处吗 我现在心情很不理 有什么事赶紧说 什么人敢在苏城这地方 动我大哥 主忧尘 忠辱 忠辱 哪个不开眼的 我靠靠靠靠靠 我給他切了 哼 王一群 你還瘋 你卻他會出去嗎 哎哎 喂大哥 我秦家寒門樓市的 什麼甘侶 蘇城兩大家族的虎須啊 無膽小臂 哎呦 隔壁跟那兩個母老虎一般見識 你來星河 我來帶你 散散心 散散心 等等我馬上就 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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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來來來來來 怎麼樣 你看 來 妹妹們 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蘇城第一大公子 唐公子 好 也是 我永遠的大哥 今天是我大哥同意起來 你們一定要跟我配合了 好 杭瘦杭瘦 來喝點酒吧 杭瘦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 多兒男孩子 先等一下 怎麼了大哥 啊我走了 太吵了是吧 讓我都出去吃吃吃吃 不 越吵越好 哎你在哪呢 一環我 你什麼意思啊 你當那天的事情都沒發生過嗎 啊 嗯 我起了 要有第二 自從過生日以後 你就再也沒有聯繫過我 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是你自己說的 不是最後的對象嗎 對不對 我如你所願 你就那麼不可原諒我是 廢 你發動了四兩年半的感情 你還有理了是吧 我告訴你 我現在在星河會所呢 跟妹妹們喝酒呢 沒空理你 沒事漂流平聯繫啊 來 好壯 叫回來跟我們一起 聽到了嗎 杭瘦 你混蛋 我非要嫁進你躺下去 你在星河是吧 我等著 我 他不會真要來嗎 大哥 我算是看出來了 你這是要讓蘇慕月發瘋啊 神經啊 玩了我兩年半 我不得輸點力氣 那這幾位威懾力就不夠了 老闆們 先自己去玩 我跟大哥有要事要談 拜拜 上來我們下次再玩 下次再玩 不是你啥意思啊 這些雍之俗粉男性 得找個跟他一個集 雷尾晨 把零小姐請過來 來 來 林漢妹妹 坐 常常 怎麼樣 不比蘇慕月差吧 龍小姐 怎麼是個威懾 你確實有意見嗎 堂上 你在和我說話嗎 嗯 我是說 我很高興認識 林小姊這樣的大美女 我也很高兴认识唐上这样有趣的人 我想今晚一定会获得非常热衣 唐上 真是一眼不不见 我认识零他妹妹这么久 都没给我什么好脸色 是吗 真是荣幸之志 这一定会发现的 我把你打出来就发了 这就要是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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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我就两位大少爷妹 请你去泽家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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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音乐和跳舞 巧了 我喜欢穿条Rub 而且还看点什么少而不宜的玩意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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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ت 啊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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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你们交往联系 这样瞎说 你想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我怎么不跟你退婚呢 而且我们还在生日宴上 私定终身了不是吗 我没看错吧 之前听说 唐少君的苏家小姐 三年都没有结果 今天怎么 三四之后了不是 前两天苏小姐生日宴上 两人亲的可投入了 还有件事 第一美女 就得赔上第一功夫 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喝门 你却随过来陪你喝两杯 木月 你还好吧 木月也是你能教的吗 哥呢 你先有钱吗 你愿意去哪喝就去哪喝 不要打扰我和林小姐约会 我们喝你们的就好了 我又不管你 等你玩累了 咱们一起回家好了好呀 好 哎呀我去 当着未婚妻的面泡妞 海皇教室 家 什么家 我给世界上 所有的妹妹一个家 才是我的任务 懂吗 你要走 你 你 你们 躺云 这么多年来 我是为了考验你 才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所以从今往后 你想做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呀 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你最幸福的奶油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我呢 一会儿要跟林小姐去上洗手间 不要来走老子的心 没关系 你们去吧 我就在这儿等你 我能说起来话 你手机不是那种 这个圈子都没人在干什么呀 你手机不是那种 快点这样 把我扫尽了 做回不起 唐寿刚才说要来的 可不是这个地方 别提了别提了 我是完全为了应付苏木月 那个臭婆娘 还迫不得已让林小姐帮我打野 所有得罪 这老律师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了 你这么懂事的女孩更喜欢 不会开口闭口满嘴多少钱 像苏木月那种冲着我钱的女人 真是倒魏格 唐少看来似乎很不喜欢苏小姐 传言不是你们已经订婚了吗 家族压力 逢场做戏罢了 你觉得像苏木月那种 天天垮个皮脸的死婆娘 好像全世界欠了她几个意识的 谁会喜欢她 是 这么 让你小吃个咖啥 这我也不过这个 不过这个 嘿 叠领队 这是这自己 是一个怎么会弄 有 Heavens 这些 更可都不可能完成了我 而这个林涵 经常被他看 你了解 没什么 刚才只是想起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 哦 那个 今天跟你聊挺开心的 但是我得回去应付孙沫月那个丑 聊点什么退婚的事情 改天请你喝酒 谢谢 好啊 现在看来 之前确实有两次行动 凶险万分 如果不是龙王及时赶到的话 你一定必死不疲 但这一切 都是龙王及时最好 主要 现在睡下吧 已经通过秦明接近了目标唐渝 只是中途遇上了孙沫月 只好终止了自杀 沫月 他去夜宿会干什么 他们在一起喝酒 小 是不是那种你要把他灌醉 让他下黑手 那都没有 这是苏沫月 对唐一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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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你心里只有我 不可能对那个傻屁富二代 投怀送胖的 然而其他的任务都给我放你 只要任务就是保护好我的女人 不能让那个星床好的 对他投怀送胖 听到了没有 你脑子 你脑子是不是晚成啊 其实上班时间知道吧 真的不好要把他烦死了 梁经理 公司有规定上班 公司也有规定好不好 下属不能和上司领个 你知道吧 我没领遂 我告诉你啊 你讲啥道理啊 不想干就滚蛋 不说 站好 好 梁经理慢走 要不是怕我保安的身份报告 龙王 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挂了 去执行任务 堂堂龙龙组织领袖 为了我儿女人做到这份上 真是亏许 你是不是有病 你过家那么多酒干什么 你吃不着这个婆娘 天天见神 天天见神 一神就是死拉承的 最狠的我来看 大哥 你让他好人啊 公司自己关自己 你和林涵走的时候 他关了半瓶XO 我看 八成都没有意思 你想这致呢 你知不知道 他把我当田狗 耍了两年半 我像个田狗练习车 在生日夜上 还拿我当挡箭牌 这人都不知道吗 赶紧送他回素甲 都在我身上 少爷 我有什么甲 我还能再喝一个 你可小趴在 二两蛋的了 你都没有 还动手动脚 我如果打电话 我门腿 还有一位 林小姐 你给我记住 能离他多远就多远 这个女人手上的人命 比你小子上手摸过的嫩魔还多 记住了吗 喂 唐宇 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我有一个大项目 要帮你谈谈 没空 是吗 我刚才在整理手机的时候 可是发现有好几张后天的事 你说 我要是发个朋友圈 会怎么样 人与人 人与人最基本的欠人呢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重新组织一下 你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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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王总 二十倍中心 我等 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快点来 你开你的车去送我去腾王集团 王总 您有什么吩咐 让李副总来一趟办公室 是 王总 您找我有事 李总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呢 不愧是公司元老级别的人物 真是以身作作 朝您说的 我在腾王干了三十年 早就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了 为自己家里奉献点绵薄之力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奉献公司 我看你是把那一个银购 才给王容容了吧 不说 不太连带您的意思 不信的这个 他就是个新的元币 为一致的同伙王族 哦 我看得很轻弱了 自己看 你用你老婆的银行卡 跟王容容的资金往来 可都在上面 哦 我不要心中矫情 我能查到你老婆头上 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 你 这是我做 说走 这事跟我家人没关系 这都是如龙照 也逼我这么干的 这就你饶了我老婆孩子吧 饶了他吧 你的意思是 王如龙跟烈臣 利用了新能源这个项目 做了法尔斯这个 为的就是给通王集团做食 真是完全 给你一个江宗赎罪的机构 你去告诉王总 这个项目答应 财务部二十四小时之内 会把五百亿的合作困绑出去 王总 这明明是陷阱啊 你怎么还 明白了就是做 你告诉王总 把尔斯集团作为合作方 也有出自三百亿的应用 让他去启一启 我明白了 划进转账 有一天的时间延迟 只要快个时间差 反正夜深他们一把 王总 你真是 是藏不露我啊 明白了还不快去 是是是我走 王总 你来的正好 帮我看一下 法尔斯集团的股东关系 谁是最大的职股方 是一家名为龙城集团的公司 账股百分之五十以上 王总 就是他 明天告诉财务部 用那五百亿的资金 买空龙城 好的王总 还有件事 唐少到了 说要见你 让他进来 是 陈老太有什么生意啊 赶紧谈 我一会儿还得去睡觉呢 急什么急呀 你我两家 也算是视觉 你又是我的前男友 让你去去就怎么了 哎 注意一点分寸啊 谈生意就好好谈 搞什么用了 好了好了 知道唐少是大忙人 我就不都劝责了 最近唐王几坛 打算做一个新项吗 还差三百亿 我想拉你进来一起投资 三百个亿可不是叫数目 你知道最近要跟苏木月订婚了 老爹管我比较严 所以呢 他怕我婚前大手大脚乱花 就把这个转账金额 压得比较少 你一定是新闻原理本事 就当花钱消费 给方了你的安心 等王家被抗 这婆娘顺利进入 龙皇后宫 我就安心 放心吧 合作方的底细 我查了 稳得很 你跟着我投资啊 保证你稳赚不赔 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选他相信 款项呢 一会儿我找人给你打过去 好 咱们一定是 双赢 还有 相迎 为什么 是谁狗 老王 幸好你看了吧 现在不光法尔斯基督完了 附带着我们龙城集团 也被人做空了 对方一共投资了 八百多亿的资金 前前后后 我们龙城集团 损失了几千个亿以上 差 要查出来是谁干的 我自己查清楚 这笔钱是藤黄集团 那唐神集团投的 你说 不可能 几乎天有 他们不可能拆穿 我说 临线报告 你们看 红月 也无论 一学 你知是不是 李渔 就是这个杂属 不能让子们支持他 告诉李渔 立刻加快计 三千的 一定要搞定几克计 背后的亲家 那命 十万多 少爷 先让听少爷 藤龙集团的 三百亿投资 已经投回来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百五十亿的收益 啥 不对啊 我一学投的那笔钱 不应该是投新能源 项目然后被冻结吗 这件事是啥手师受的吧 你 突然发现投资的公司有点小问题 找人调查一下 原来有人想坑我们往下 所以我就把拿来投资的钱 用来做工坦的 小转的一点而已 有转啊 才50%当然是小转了 我还 怎么说一半不说了 没有 就是坑心的都说不出话了 下次有这种赚钱的好事 我再找你啊 不敢谢谢你钱家 哈哈哈哈 少爷 这451的款项 老爷说不必入账 让我们自由之为 投资部的意思是 想满下苏承最乎盛名的盛顶股丸 不知您的意思是 嗯 对于你们便 是 是 那我先分享 翻车叶臣的性格 大份车从他门口经过 他都得上去尝一下闲 这 他不得挠死我 低一空荡荡 龙王猜人天呐 哼 啥事 大哥 我们家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脏东西 家里人身体越来越不好 别说是风水的问题 但我觉得呀 别人在搞我们家 大哥 谁卖我帮我请个妇女士行不行 不是我 生前任务即将开启 请不过即将入宿展示 陈光大后的一根脏命 就是失败 迟不开 股子就知道 股子就知道 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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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靠死我 您可对一下账簿 圣经国外的业内酒杯 一直很不错 营销状况也挺见底的 这么个行业 就算不靠集团 您自己都可以独当一面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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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我告诉你 今年的业绩如果做得比去年还好 你呢就跟老王一样 我也把你送到西伯利亚 去当个什么项目总经理啊 升职加薪 多谢少爷 对了 少爷 您要不要看看 这就逃到了几年好 这块玉笔 全是上不饿 配戴上他能防止被斜碎清洗 顾安协会的大事件 听说下十连城 本少爷呢 对这些什么古董啊 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对吗 弟子 看来 你又不能闹饭吃 真正的弟子 是要能造福人类 必然 本少爷的云盘里面那些动作爱情片 这个叶晨这条啥 还不难 按照言句起源 今天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吗 哥还等着给他送个大机缘 这哪一家庆可信 说老师 苏城的风神大家 都是虚有其妙 更是挂羊头 卖口 也是江湖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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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好像听到了熟人的声音 怎么了少爷 啊 看到外面那对狗 拿掉 看到了 男的叫叶晨 一会儿他进来无论买你些什么 一定要卖给他 尤其是你说的那个什么轻煞 什么苦皮肤 他要谁要 你送也里送给他 明白了吗 说你们 我帮我这套人 切剧 我发挥有主观无动之 尤其是那个叫叶晨的笑 老公 好的少爷 一定给你办的 头头头头 啊 慢走 少爷不好出手啊 我来出手 既然要买玉符 那八成是不是煞气相关 谁以你啊 找你什么呢 一个轻煞气 一个眼的煞气 到时候 还不把你撑上去 两位 想要淘件什么货啊 老板 你这里有没有什么 清除煞气的器物 什么 煞气 陈欣 都跟你说了 这种小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 清除煞气的东西 你 还是用我给你的 这个 护身符吧 你别小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我从大师那里学 花了我三个月时间 才学 谁呀 你晚上带上他 一定会保佑你 不被煞气入体的 好 好 谢谢你 我会一直带着他 我会一直带着他的 都是朋友 说什么谢谢 不如流的东西 也配在这儿搬门弄服 说什么呢 这护身符 用的不是诛杀符纸 不过是随便找的黄纸 加了两笔鬼话符 而且 这里头包的 应该是人型 什么血不血的 也不能装动 这护身符 用的是 以血振血之法 确实 可保佩戴之人 不被煞气清洗 但所用的 如果不是 道法高深之人的血 那就是 造煞之人的血 小哥 一派胡言 警告你别乱说话 行 你走 谢谢 明珠蒙尘 谁时乱缝 可惜啊 可惜 这个东西多少钱 开个家吧 死屋 已经被人看中 不慢 你说的是刚才 带女伴的那位公子吧 我就是他派来的 你是他手下 行吧 这个是我 三十万 这卡里有一百万 都是你的 不用着 什么三十万 是三千万 你抢银行啊 你破玉符要 三千万 小店 盖不坑人 昨天一位 骑云山的 风水大师 也看中了这块玉符 明天就过来买 你愿意买就买 不买就拉倒 我卖谁都一样 好 三千万就三千万 给我包起来 只有三千万 手下都是这种垃圾 也可以跟我们的唐少 找你 谁在背后 老赵 怎么了 少爷 叶春已经派人把人不买走了 而且 还给那三千万 真的假的 以内货的个性 分车过去都得偿闲呢 能这么大 算了 卖了就好啊 那个 这三千万 我必入账 全都我赏给你 谢谢少爷 少爷 大恩大恩 我比肝脑涂地一爆 行了行了啊 明天请家会 广夭知名的风水大师 前去给他们去行 咱呢 也得去捧个场 你赶紧给我挑几件 像样的风水古董送过去 别给咱唐娘丢人啊 少爷 您放心 一定给您办的 笑漂亮亮的 万福一时 青煞的月 我也给他 装补链 我也给他搭好了 这回饭都未到嘴边了 叶春就算是个神 那也 真是把秦可信了 行 大哥 你可算来了 究竟我的身体 别看得就不行 平时我一夜青四郎 现在 丁风尿是行 好嘞 知道了 今天我来了 你们家的事 肯定进去 下面公司 我感觉希望也不大 这一天就请了好多大师了 都没什么效果 又因为还吐气 也住院 要不然 老头子也不会花十亿花红 来请这么多人 相信我大少 我来了 一切 定长 这把秦可信了 有个秦可 他会出手 消除傻气 我也能 安安门 活过这些 其实他一个 幸福千万家 感谢各位 我会到此 结我秦家之困 我秦家说话算话 十个亿的支票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日 哪位大师能解决我秦家的问题 这十个亿的支票 我双手放上 并且从今以后 这位大师 永远是我秦家的座上宾 对 今日的奖励 只有一份 可咱们来了这么多人 我不能大家一起上吧 如此一来 这奖励该怎么分呢 是老师 龙头山的天师陈天吉 你看他后面的弟子 有一个绑剑的 天师剑 据说传承了四百多年 很有一手的 对 对 不过听起来说 终于是一手的电影 并且在这却 不予最有 无妄更 既然是僧多周少 他就应该凭本事来决定 今日这份奖励 应该属于谁 赢到 今天就当个出头鸟 再次接受诸位的挑战 若是哪位道友上了评到 那 我即刻走人 若是 没人赢得了我 那这份功德 赢到 就向那了 虽然你德高望重 但是也不能如此想去 天下英雄 能偷杀很了不起吗 陈老大 可别偷跑我 所有不满 可以手底下见真正 在下面缩成一团 婆婆妈妈的 就不丢人 真以为你是选门第一人 我送老人 先领将全天师高招 找吧 雕虫小技 进来 陈天师 可别赶紧杀绝啊 老战平道 岂能不付出一些代表 陈天师赢了 还有没有道友 来挑战的 如果没有 秦家这份功德 平道 就 要那了 陈天师 是什么 我只不过一生 我只能 学门第一人 果然是名不虚传 看来这实力 与我是无缘了 那就东西 陈天师了 什么 堂门 抚造 别提醒 什么人 真是堂门 东西不可辱 陈天师 别看点教训吧 这秦家大教训 我很发在意 谁 谁啊 别告陈天师 你让他道歉 让我道歉 能受得起我道歉 恐怕还没出声 大胆狂通 秦家造刺 他给我赶出去 你等一下 爸 叶仙就是我请来的高人 他很厉害的 这是他给我的护身符 戴上护身符以后 身体舒服多了 都不做噩梦 你小心 他被这种无良的江湖术 给骗了 这种无赖的伎俩 老头秀一双双双双 我若是江湖术 你这老头 恐怕连地堪恨命 这些话 难得喷奔 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家我把他放弃了 这位所谓的陈天师 绝不有时间了 我若不相信 他只会遭到捧失 反而害了你 几点 笑话 除碎解煞 是我道门的基本功 我的少少煞气 还能难道我 遗传似谁的天师 不妨 不妨 怎么不妨 老狗 老狗不是谁 老狗 又是谁 家子都打了 你家的杀子这人 都是你听的美人 到时候还能说 你这老头 共才是不妨 不错人事 不快 你对在老狗 这也是同意 能不能听到的吗 请 黄口小儿 跟我斗法 若是频道今天解决了这小小杀戏 你自费双手 你敢不敢 若是你几十步 这把天师剑 就是你的了 好 你随定 好 拿上来 颜先生 这就是你们秦家聚企的上期 明道只需将它铲除 秦家便可安稳无有 这傻子 你必然凶利无比 人天使果然是名不虚传 一说 又收复了傻子 不愧是全门第一人 我这个情谊啊 那我爱这么邪门吗 一切就拜托人天使了 老师一转 大哥真有效啊 这次果然名不虚传啊 没事 看着这么简单 你都没求求 夜深的家伙觉得不行 给你们其他家伙挖个东 开始拿走了 等着吧 待会儿还有二查队 你这个词 还有什么可说的 还不赶紧跪下来 礼礼道歉 把你的双手使得断 其实爷高兴的态度 你不妨回头看 那煞气到底散 就知道了吗 你不妨卖呢 你不妨卖吗 你不妨卖呢 你不妨卖呢 杀其入体 说我赶紧压制 没受体制人 你说三个 你比较忙死 电影上 刚才是我唐头帽 只有佩戴你胡说服的小女安然无恙 秦斌 一定能破死杀其 秦斌救救我秦家 一件事 我必秦家说谢大恩 老王的装置时间到 叶先生麻烦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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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我都是 行家的事 没想到这年轻人 还真有两把刷子 陈天师都奈何不了的煞气 他居然几秒钟就解决了 这才是真才识学 你那个什么陈天师 弄太多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的 叶先生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必客气 我跟可欣都是好 帮秦家一不如是 我 我知道 我这就 找我的时候给我扎几个妹子 喝多喝多美的 我嘴哟 小姐 这是个 我以为你有多大点 早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让问题最严重 真是个废物 告诉你们吧 真正的煞气之源 在屋内 各位请看 这是什么 我 信人敢算计我乱讲 做买卖 讲究一个公平交易 我东西放在柜台里 又没强化你 是你自己学义不清 才会把这种养煞的古丸买走 当然 有可能就是想要 害群家家主 所以才故作师探 而这么 小屁 受的签套 这陷害于我 我还以为这个家伙有点东西 没想到也是个废物 就是 陈天师都束手无策 一个黄孔小儿 可有多大能染 这下麻烦了 秦家主昏迷 这场上又没有人能消除煞气 这可如何是好 诸位莫荒 此人虽然是个废物 但我们唐少 玥宙天人 本世通天 小小煞气 他 才是真正的弹指可破 我 玥宙天人 本世通天了 他看着 老婆 他那偷与他人 看死我了 他又还要造成师 这二哥在这 这么做吗 大哥 大哥 我一副一副的大哥 你要这个办法 你教教我们家吧 我离死就只剩两步路了 唐少 看在我们两家赤礁的份上 还请您不另出手 叫我秦家于水浒 你根本不会什么风水啊 这 这刹剑怎么清啊 老爷 这种的 就不要钱了 救人一命 盛造轻疾浮屠 你口那里是什么 什么玩意 真是惭愧啊 我堂堂龙头山天市 跟唐少比起来 这道行 秦人差得如此之多 等我回到山上 还得再修炼二十年呢 不是 世世 今天幸亏你在 要不然我秦家满门 都完蛋了 大文不言谢 要不是你早订婚了 我 我 干吗 这这些都不对啊 怎么是我打脸的 我都是看看 老爷爷的证明 到底是什么样的 唐妮 叶先生 这里是秦家大宅 朱卫大师在此 还请你辞重 他就是一个 一无是出的富二代 他懂什么风水秘书 这些人 都是他派人 暗中抠我 你相信我 相信你 那你告诉我 这是 你不说是 好 我来听你说 这里面都是你的心 只有仰煞之人的心 才能防止 杀气侵入你 我秦家遭此劫难 全拜您 我吃 小人 真是没想到啊 这个杀气 真是你布局做的 你还想自刀自焉 护去秦家主的信任 真是大一毒物 你本以为是青年才俊 没想到 现在是个阴随之人 你将包藏火星的萧小 竟敢动我秦家的虎絮 来人了 给我拿下 好的 收手就行吧 我原本想给你们秦家 你穿了 如此不是好 来吧 赶时间 还愣着干嘛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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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啊 啊 都别动 放开我弟弟 你敢动我儿子一个好毛 我一定让你离不开宋城 小小姐 没点威胁 本来大家可以上 非要停歇着 叶晨 你好歹也算是 一代并往龙恨组织的四天柱之一 你就这么抓一个 神无缝鸡之力的普通人 你要不要脸 人在 你跳着 今天你只有一个人 要他死 你替他死 你别冲动 唐少侯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帮你走 秦家不追究你的责任 现在不计较 完了 怎么 就看着你的兄弟 这么死 啊 啊 你放开 我跟你 你 现在 现在 说 你 你 你 不 今天 你 你 我 Dakota 你 我 我 我 帮我自己走啊 说什么蠢话 我们兄弟轻衣在这摆着呢 放开 游主来一场堂堂真正的决斗 一人春一拳 有男人的方式 一分高级也决胜死 实力强悍 为人低调 还如此的重情重义 只可惜唐少他不修道 不然贫道 一定把这天师的位置让给他 什么是高人 这就是高人哪 那是错 整个苏城 有哪家年轻才俊 能比赛上我们家少爷的 别说我欺负你这个废物 我让你三圈 凡事我咒一下没疼 算我数 你先带 我等 怕脏我的拳头 扑了吗 身上半点真心 放死你呀 真是条汉子 唯有我不能去 是我被开磨 受死吧 可可 你竟然好放我 你竟然操得那么深 别想到我们十几个人都不是叶辰的位手 唐少一出手 不到一个回合就把他干趴下了 这是何等实力 唐少 果然是真人不录像 我去当个这么多 我 是你 你 你 有点靠不过头了吧 太终于了 我死都要被打死了 死唐人 你竟然操得那么深 别以为这样就毁了我 休想 来啊 你竟然要死 那你竟然 你竟然 你竟然 生死了 哎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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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哥 输了就是输了 别自取其辱 做人刘一行 这时候好相见啊 去你我和你哥们 你真的快要命 有你吃的嘴 我妈妈 现在用头跟绝对死啊 我一路 有死无生 我都得死 叶辰 你看这是什么 不要不要不要 这 我认如此 这玉佛 真是叶辰用来制造煞气的源头 反射得如此严重 看见这东西 就是利用婴儿的死态和鲜血 练出来的 真是盗门的败类 各位 你们还等什么 这败类罪孽深重 如今有身份重伤 我们一起 切成行道 大家别把他放跑了 断一条腿 我脚一千块 打上了他 我给一个一 凭你们这吗 你敢抓我龙王 跑 接着跑 老乡果然说得不错 就知道你这小子 要撒牙子跑 跪下 老乡 我让你跪下 你是上耳朵龙还是耳背 你们见吗 非要老子给你上你墙头才行吗 你居然敢冒半龙了 我都得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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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 啊 啊 啊 哎呦 老何呀老何 你干什么吃的呀 哪把枪还让人给跑了 我哪知道他跑这么快啊 嘿 少爷 就差那么近一点 对对对 就差一点点 算了 人没睡觉 把嘴里放死那样子小叫 你西班牙 挺到的 从今日起 我当宣门将夜城除名 从今以后 凡是与夜城有关者 我当军事为仇寇 堂上 今日人 平道铭记在心 今后又能招握龙头山者 定当 效力 好 宋某也是如此啊 我们全门剩下 都欠唐少一个人情 未来 一场词 各位 过誉了 我不过就是做了一些 微小的工作 不足挂齿 那各位 要么先行回去休息 好 好 告辞 告辞 好语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令尊咋样了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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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说下期比较说 已经安排人送他回去休息了 今天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秦家就要露入小人的圈套 哦 这是之前答应你的报酬 还请你能收下 哎呀 客气了 清明是我自家好兄弟 抬什么情 上干情 大哥 你这也太瞧不起我秦家了 我这说话不算数 那跟拉拉使用最后就有什么区别 行吧 你给我收下 还有一个先生 三天之后是苏传商会的团拜会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联络其他几大家族 我们一起对付夜晨的龙晨几个人 我对夜晨这个人也不怎么了解 但今天听你说龙魂冰王什么 感觉他来头不简单 今天我们得罪了他 被他惦记上 今后我们谁都不会好过的 这 你家里面不长了 我一个反弹 跟女主 就是女主 大王 这都什么好意思 这也不错 还不错 直接大出的立命 好 那到时候我帮你联系 王家和苏子 一起 一言为定 对了少爷 那个啥 我俩有点事 谁走了 回头联系 哈哈哈哈 再见再见 再见 几年不见 你这大哥倒是不一样了 姐 你这次要说啥 我说 是时候给你找个解词了 啊 恭喜叔叔 果果与家追尽的力量 同时 超出的力气 重生了五王 东西五国也能 想不及时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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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终于 终于可以跟龙王对拨了 您没事吧 哎 是 老少 好喝 感到 非常的好 暂时先不要提起王莉亚 这是给你们两个奖励 谢谢少爷少爷 我们一定为唐家 为少爷您 击过去退 三国瑜 有你们这两位祸龙奉承随政 你感觉怎么样呢 等一下 我变不去 李小姐 这次确实是我答应 没有跟随龙王一起去行李 总是不会有什么责罚 龙阳 甘愿受罚 废话 你有什么资格不受罚 你保护龙王保护成这个样子 我是你就自己抹了脖子 你别怪他 都是我不让他跟着我了 要不跟我一起罚吧 龙王 这我的大恩大胆 我一生都保不完 怎么还敢连累您呢 如果不是看在龙王的份上 我今天就废了你 我代表组织宣布 你急客气 马上滚去非洲挖石头 龙王的保卫工作 就由我来接手 neuro 究竟 你有尿急啊 不 гру 龙王 我接个电话 我马上回来了 slept 你快点啊 姑娘 嗨 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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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贲 二姐調查清楚了 當年你們執行溫室的時候 就是葉晨透露消息給對方的 導致大姐和小妹都被抓住領主 確定嗎 白孫膽確定嗎 葉晨 你個盜貌按人的小姨 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了 今天你要好好表情啊 不要讓我失望啊 唐家主你來了呀 唐家主你來了 唐家主你來了 你可來了 我也是在找你啊 好 可以呀爹 就這一性人 有本公子的崩拜 你小子是沒有皮癢啊 這真破事有啥 早叔好 你可算來了 嗨 哎 我和我拿個談事情了 待會兒再找你磨啊 帶你去見了人 幹嘛誰誰秘密的 去看看 走 那 你 姐 揉冰蛋了啊 我對你不見了 不想讓你去拿好 你不見了 我一見你 你不見了 你不見了 我沒有 你不見了 有自己的 我沒有 你不見了 你這邀請我 我用心當這個都怪 這不是停久未見了 稍微拘謹點 是啊 我們上次啊不對是上生子 五年前了五年前 五年前你也知道我這些通 偏偏管啊 剛好說明老師看了個金光 還挨著個大步道 真是這時候你還沒切那我嗎 那不是之前是秦鳴騙你 可是我也不知道 一直沒機會跟你道歉 不如今天也算是我正式跟你說聲對不起 哎啥事兒 不忘 不管你忘不忘 我的牽引還是得表達 如果你願意原諒我的話 就喝了這一杯酒 呃姐姐我今天吃了頭吧 到底是五年吃的藥 你還沒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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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宇 過後五年前是不是不一樣了 啊 唐宇 你喜歡我嗎 裡面的人跟我出來 嗯 你們在幹什麼 秦鳴小姐說她有項目要和我聊 於是上來叫我來聊一下項目 是不是啊 小明子 對對對 我哥跟我姐是來談情的 還配 談事情的 談事情 談的紅酒撒了一地嗎 事情談高興了 自然是要開啤酒慶祝慶祝 談的實在是太高興了 所以才把酒撒了一地 湯瑜剛幫我擦乾淨 我們正準備一起洗一洗 洗一洗 這酒店還有男女混育的浴池 你們不知道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對枕頭發誓 絕對沒有什麼洗一洗 我才不信唐宇會做出這種事情 走吧 馬上要開會了 讓你下去 楊小姐 請你自重一點 不要總惦記別人的未婚夫 別人的未婚夫啊 那你讓他拿出表白一個給我看看啊 用什麼眼淚啊 我們還惦記著包辦婚姻 兩位 要麼咱們正常的走路 不行 剛成啊 你家公子很有你當年的風範呢 那五婦能夠全食嗎 是啊 我給你看看 這差的是哪個貨 那不是唐公主和蘇王琴三家大小姐嗎 三家家族美女都伺候唐少一個人 老子不服 我不比她姓唐的差 她們別什麼看不上我呀 小姐子 你的孫女真勇敢啊 竟敢搶蘇家的女婿 厲害啊 兩位 最後女美貌並馳的女婿 能不能讓我上個測宿 三分鐘的時間 黃玉 黃玉 你不是答應要跟我四手連壇嗎 我什麼時候答應你 那我們剛剛在酒店 可不僅僅只是喝了酒啊 彈 趕緊的 彈住 你不是 唐宇 說好了 鋼琴呢 誰說吉他不能四手連壇 看好了 橫的叫品 樹的叫錢 我叫你按哪你就按吧 懂了嗎 開始吧 三品 五品 哎 哦 哦 厉害 真不錯啊 看來呀 我孫女 比起你女兒 還是要差遠了 我早聽說 本心這小丫頭 勇敢的很吶 真是 百聞不如一見 我女兒和我一樣 敢作敢當 當年我敢搶你王家的女人 現在我女兒就敢搶你王家的男人 你混賬小背 你回老婆村 哎 沒關係不好 不吃非醋 我能理解 可小唐 他不是我蘇家的女士嗎 文以文 要是蘇撐最風流的 沒想到跟大哥比 他差點十萬八千里 這些把全國流量 發給一千萬的紅包 大家看我大哥就是最風流的仔 好 太棒了 厲害 好 是我們女人一個人 快身心吧 可能好帥啊 我還沒可以呢 那是我的女人 那是我的女人 我要你死無臟生 真爹 你的傷口還沒有甜欲 切不可多怒啊 來不及了 再過兩天 整個南城 最大的真品 還滿恨 說說 那個先天無忌丹 就在拍筆當中 只要我拿到仙丹 我的傷是必全語 鼓勵大劍 解釋 突擊騰獎 我們健全不了 我心裡 這麼多尿 快去給我準備 準備 快到時候 哦 哈哈 哦哦 各位来说几句啊 今天是我们苏承商界 一年一度的受货 首先去年的过往 大家虽然都有竞争 但仍能守望相助 能记住 希望在今年最好的日子 还能再接再厉 共创辉煌 好 好 规划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在于践行低碳环保的发展游戏 希望在座的各位大佬 能够多多支持 在这里 多谢了 既然城主已经放话 那么我们几大家族 那肯定会鼎力相助 对不对 对 必须支持 各位面子 不过听说 这个龙城集团在苏城 是大国 为了牟利不惜破坏环境 他们在城南这个化工厂 排放了大量的污水 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还有 龙城集团旗下的钢厂 污水排放问题 也是常年达不到 行业里的标准 对附近的居民身体健康 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我觉得 我们是时候该 出众手 整治一下子以外 还有龙城集团的顾问叶臣 以神医和风水大师的名义 在外招摇撞骗 故意涉取谋财害命 我现在以受害人的身份 向城主大人申请 一定要严惩这个恶徒 这个夜城 简直就是 无法无言 也算是纳税道 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猎疾 其他各位 有什么看法 龙城集团最大恶情 应当直接对其茶坡 应请向游 龙城集团的夜城恶怪满游 我支持授据受害人证据 对此人进行军部识讯 我建议 封皇在官方策略 对龙城集团的影响 从苏城升级 也要彻底封杀 我支持让他在苏城 寸步难行 我志愿集团愿意封杀夜城 我志愿集团 愿意封杀夜城 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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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咱们南城最大的 封杀 什么是叫 少子 自然有少爷的道理 这一天就是北上 我跟北公 白杀 小叔 你好大 还敢说现在我面前 哎这都是我 呃 嗯 大家都看到了啊 不是我肚子肚啊 我这叫智能防卫 少爷牛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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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都残了 哎不小心点 还想再残一次 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我 啊 唐少 这里可是四水山庄 在这里旺度 你是嫌命长啊 你看我像灰热圣人 是吧 为老 啊 是 嗯 唐少 叶先生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贵宾 我不想让我的贵宾 在我的山庄内 没有意外 如果还想动手 那么后果自负 因为你们之间的恩怨 只要除了我的山庄 老朽盖不过我 那那那那 老朽 你先别冲动 只要我们拿到了新鲜无极单 这信价的岂不认我们 是 是来买什么东西的 不管他们什么 对我们的机会 都买什么 属下明白 咱们会马上开始 一位走吧 你愣着干什么 要杀了他们 你愣着干什么 啊 唐少 这里可是四水山庄 在这里妄动武艺 你是嫌命长吗 你看我像会惹事的人呢 哎 是吧 文老 是 是 是 这是宋朝大文豪苏式的肖乡图徐图 该图段落分明 层次丰富 结构严谨 实属国画界不可多得的珍宝 起拍价五千万 好吧 好吧 这次 这一串就是孤贫 我出五千万 如此孤贫 我可不能错过了 我出五千五百万 六千万 被一个紧破 您怎么看出来这是假货的 东坡先生极为爱的 藤云宁可食无肉 不可取 他画主 莫如电 失诚其表修 文云 他的竹子四肢散 具备因之之情 而此话的 只见其行 不得其事 显然是负责的 你小子不要胡扯八道 什么指得其行 这竹子名人就是东坡先生 一挂的笔法 还有 画卷之末 视为新老座的棋字 也都是东坡先生的真实 怎么可能又讲 卢大师可是 金石协会的副会长 他看的古董 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你哪来的眼泪 来质疑胡大师的眼泪 现在的大师们 叶先生 这拍品都是经过我们 严格检验的 如果您觉得实在有把握 可以上来检测一起 不过话说回来 他这招 好像还真可以 啥 看着吧 最精彩的专逼剧情调 好 叶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个东西 天下消了这幅 价值年车的珍宝 作死了 叶先生 你如此作为 不仅会让四水山庄 把你拉入黑名单 还会向你武力所取十倍的赔偿 请你自重 那么紧张干什么 不如先看看你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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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不仅会让四水山庄 还好没事 不然你死一百次都不够 话没事 还是最大事 东坡先生的话 距今已经一千多年 为了保存完整 首要任务是防虫防住 而做到这两点的回忆后果 就是画质极其易燃 你们看刚才我烧过的地方 连熏过的痕迹都没有 为什么 这个只是防火的 我问问 一千年前 是会防火的事 只有一个 最高 伪造的 叶先生 果然是高手 连我都看不到的地方 居然被你发现 要想为山庄茶楼补薛 这是公莫大言 这是山庄最高级的风行证 以后叶先生 无论何时 都可到此畅图无足 叶大师 刚才说我有眼不知泰山 我愿拜您为师 还请您收纳 叶先生 刚才要视我有眼无助了 这卡里有一千万 是小弟的一点点心意 请您上纳 不必如此 大家都是来讨好东西 雕虫小记 不止一点 如果二位真的要感谢我 待会儿闭嘴 看重好物 主要与我近拍 一定 一定 这件拍品 是某位玉雕大师的遗作 至于出自哪位大师之手 说我财数学浅 没有调查处 但他的艺术价值 我认为相当高 所以起拍价五百万 有兴趣的贵宾 不妨试试 说不定能捡个漏 四水山庄这种地方 还能来捡漏 岂不是神仙呢 才五百万 看来文老也没有觉得 这是什么宝贝嘛 成分还不错 拍拍玩玩嘛 各位贵宾如有兴趣 切勿错过 竞价 现在开始 五百万 六百万 东王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丹药 就藏在师父之中 可以出嫁 这里的很多人 还不知道其中的寻机 如果出嫁太早 故意平安 八百万 九百万 九百万 还有加价的吗 九百万一次 九百万两次 九百万 九百零一万 叶先生 加价最低十 那就九百一十万 叶先生 这御狮子看起来 做公演一般 花费九百万去买 莫非其中 有什么寻吊不错 叶大师这么做 一定有趣理 看来 这御狮子 也绝非残品 大师认证的好东西 还不赶快去想 我说九百五十万 一千万 一千万 诸位 这个狮子呀 没有什么奇特质 只是底座有一个酒工锁 值得把握 我买下来是送给侄儿 作为生日礼物 没有什么奇特质 如果大家不信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却如叶大师所言 这御狮子 不过下面有一道酒工锁 而且 狮子体积太小 里面藏不了什么东西 不存在 简陋 让我们继续开卖 现在的价格是一千万 还有价价的吗 一千零一十万 瞧你这抠死劲 都上千万的东西了 还十万十万的家呢 你这重三千 隔着两三排 我都闻到了 一千零一十万 一次 一个一 这么多 一个一 听说了吧 狮子 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怎么连唐少 也唱和进来 你这个姓唐呢 难不成 非要与我作对不成 叶先生 你什么意思 我本来就是在买东西 难不成 是拍卖会 是你们龙城集团开的 你跟狗屎一样 导尔狮子 你要狱狮子干什么 你懂狱吗 我正好也有一个侄子 我侄子也正好 需要买点礼物 好 你这么玩什么 老子就把龙城集团 全部押上 我陪你玩 我出两地 三个一 四个一 十个一 哎呀 这狱狮子去疯了 为了个狱狮子 今天连家里都偷出去 看来 这狱狮子 必有什么玄妙之处 不过 已经飙到这个价格了 就不是高党能够参与的了 待会儿 不管谁拿了玉狮子 一定要让人好好保护买家 警方有人建才奇 半路夺跑 是 七十亿 八十亿 一百亿 两百亿 五百亿 五百亿 哎 看 我不要了 哈哈哈哈 你 交呀 你怎么不交了 这凭你还敢跟我走 既然你侄子这么想要 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呀 是吧 恭喜 五百亿 哎 你脱烂 啊 啊 脱烂 看来我是高估你这个姓妇 是你有眼不识金相遇 你 五百亿 还有家价的吗 五百亿 五百亿 五百亿一次 五百亿两次 五百亿三次 不信你叶先生 五百亿天假 拿下了这御尸子 五百亿 五百亿 哼 五百亿 叶掌 明治卡好像刷不了 是 谁呀 荣王不好了 荣臣集团的总部 今天被苏城城中府给查封了 所有的对公账户都被封停 我们一往前都许不出来啊 他们凭什么 他们凭什么查封王子 据说是苏城商界年会上的那个 唐氏集团认为我们集团的霸展 和苏城规划背道而驰 带领着七大家族共同抵抗我们 撑住不在他们的热力之下 又查不了我们的 不是你死 这是 方 叶先生 四水山庄禁止打斗 个人恩怨到庄外解释 你如果拿不出五百亿的现金 这方玉狮子就算流派 并且你必须出百分之三十的违约惩罚金 五百亿对我来说根本不算 完全就是这个杂属性 才让我拿不出五百亿 熟归熟 但是你要这样子去诽谤我 那我也可以提报你 明明是城主府封了你的公司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你唐家怂恿 你根本不会查封王子 这位叶先生恐怕是有些死刹烂打了 商战本来就是你坑我我坑你 你怎么肯愿 就是 莫非真以为真实的商战 就是用开水破发财术 偷门口的发财猫吗 陈老爷子 我觉得当务之急 还是不要让这个玉狮子流派 这样吧 我住五百亿 把他卖给我 不就完事了吗 好好好 唐先生愿意接手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慢着 虽然我拿不出五百亿的钱 但是我可以用我独动成为提报 龙王 可不能如此草率 闭嘴 今天都拿到一诗的 哇 龙臣集团总部 南城的高科技园区 至少价值六百亿 全都压上 现在就没见 好 叶先生爽快 唐先生 按照规矩 连优先对方 请您见谅 没事啦 我买来呢 不过就是图个乐 不像某位叶先生 那是轻假当成 我呢 是非常佩服您这种自杀精神 再一会就让 老鼠在不完戒 我怕轰打五十年 今天既然两次走眼 这鱼狮子居然别有洞天 叶大师 这咱要救这是何物啊 此物千金难求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 哎 你说啊 我听 百年之前 有位炼丹大师 炼了三枚 和天地造化的 仙天无尽 丹 这前两枚的过程 分别是 明镇天下的盗门首领 和让小儿子 杀手 而这也 就是这三枚之中的最后的 瞬间云一甲子 全天下的盗首领 而你 将是对 好一份忌敌 做什么白日梦呢 只有你这个 九花被爆的废物 凭什么跟我们少爷掰头 你凭什么 不 还真这么丽谨 还什么爷呢 快 快 快 跑 你跑不掉的 好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那就 好啊 看到大小往哪跑 老子今天為什麼 不 啊 要 Cox說 還想試盜昧 我們倒九一少女的味道 過分了野龍王 我居然沒有傷子 我不跑怎么能让你活动起来呢 你也不活动起来 你体内的毒 怎么进入血液呢 你猜 这颗丹药是真的 还是在拍那份 是你这事情 可恶 何止可恶 我看下本山 我看下本山 是 是 我吧 来来来来来 你播一个试试 来来来来 嗯 卧槽 能亡呢 你 我 你 我 我 是心腿的传话 我 还确实不成了才是这样子 你心头拉起 永远不顺着这一件 我们的老子 成长期 一定会回到苏城 老子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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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烧入囊中 恐怕你是没有这个机会 音乐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呢 给你做出了那么多 难道这一点就请不念吗 我看你是假酒喝多了 我跟你这种废物能有什么交集 我这次过来就是要抽了你的鸣鸣 和你的鸣皮 啊 这情无意的 怎么自己会后悔的 给我上 啊 啊 哇 啊 啊 啊 不用过 前面还有人等 行业的 看我哪儿跑 好 害了我全家还想跑 我姐夫只是略失小气 就让你实死无伤 不然今天跑得掉吗 各位大哥 我也是帮龙魂组织的命令 才与你们两家为难 我只是个打工的 如果两位大小姐愿意饶我 我愿意做牛做马 西医做派 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呢 你一谋夺取两家家长 以为在这说点软话 你就能跑掉 做梦 笑 干着他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好吗 啊 把他们多上 你当年暗中和金沙 帮昙花会暗中传送消息时 就有一眼没人知情 今天那几下 这就是为了祭奠 当初因女儿死的大姐和小妹 啊 啊 杭少 这里可是四水山庄 在这里妄动武力 你是嫌命长吗 你看我像碎了身零 我像你 你是不是跟上你太早 死了 你快就会下来陪我 可不会放过你的 李大哥 龙君楚清是吗 想多了 再他一个 你就是一个棋子 你觉得他会为了一个 住届都没有用的棋子 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不可能 不可能 皇上 龙魂组织四天主之首 龙君楚清 承邀您前往帝都一须 共商南境势力 反途划分之事 我大哥怎么会抛弃我 不可能 你大哥 也就是你的组织 已经早早地抛下了你 这龙君帮我干掉了叶晨 然后又助我获得了 先天无极丹 他就不怕搞出来 一个什么绝世天敌 龙君心中既有秋贺 他认为 只有竞争者越强 他才能不停地追求更强 超越极限 当初培养叶晨 就是你精英 但他实在担不起 龙王的责任和荣耀 所以 龙君想让您成为新的龙王 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 我才是我 我才是唯一的主角 如果按照园剧本设定和时间线路 你确实是唯一的主角 如果按照园剧本设定和时间线路 这一眼平行语 你遇到了我 唯一 这个一脚 穿一个 就是 什么事变了 没意思 听我转告龙君医生 我 唐渝将于下个月北上 去赴什么龙君之业 还是绝对不是没有当什么龙王 还是对龙君之位 来看龙村自治 有破例 我想龙君一定会更加高兴的 我苏城王家 愿与唐渝一起北上 还有我苏家 还有祠家 不错 请转告长清 我苏城四大家族 将北上齐龙